《超戰新行程》被公開,11月13日有一場線下晚會。 據號,每到年末娛樂圈就熱鬧非凡,各種晚會紅毯活動應接不下, 這也是粉絲們能夠見到自家偶像的一次非常正式的場合, 如果有幸能夠去現場,那就更加激動了。 被人關注最多的應該就是11月13日的巴沙慈善夜的晚會。 這場晚會的已邀嘉賓名單,已經被大家關注許久, 基本上娛樂圈一些流量熱度都很高的演員幾乎都在內, 比如千箭、黃一博、蔡徐坤、二陽千璽、李賢、 龔俊、迪麗葉巴、趙麗榮、楊明、王曉明、劉德華、成龍等人。 這陣容真的很強大,也很豪華更吸精,足夠引起全網粉絲的重視。 當然對於小飛俠來說最關注的也只有超戰一個人而言, 狠久沒有看到超戰的舞台卻十分的想念。 超戰的行程如今被保護得很好,幾乎不對外公開每一次的活動, 粉絲們在關注他是否進組的同時, 對於娛樂圈的一些晚會活動也是關注的,想要在每次舞台上看到超戰的影子。 一轉眼原來超戰出道好幾年,從遠鵝的甜系愛鬥熱鬚打, 到如今隻手可熱的頂級流量明星。 也正因為他的熱度和影響力,所以幾乎很多晚會名單中都會出現他的名字。 特別是作為娛樂圈關注和熱度都比較高的慈善巴沙之夜, 更是粉絲和網友們都比較關注的, 粉絲們是期待超戰的舞台,網友們抱著一種看熱鬧的心態在等待。 作為一些身份遺憾的是沒有在最初的時候發現這個寶藏, 但能夠有幸通過陳情令認識他,通過毅無善知道他,也是一種緣分。 從此超戰這個名字就刻在了心裡,想陪他走得更遠更長也更穩, 這是每個粉絲的心聲。大家愛的是哪個多面的立體的超戰是無論台前幕後都吸引人目光的人。 是穿梭的各個晚會與典禮灰雲成大女閃耀的超戰, 也是影視作品與各式女認真競業的超戰, 每一證都無刻成經典在我們所有人記憶裡。 從舞台到螢幕,從愛鬥到演員, 超戰從未停止奔跑與蜕變。 不曾改變的,是溫和謙信的品格,是數年堅守的競業,是明刻不忘的初心。 每一次超戰的舞台都會自大目光,自大氣場,露人看渡的是他每一次作為壓軸出場的榮耀, 粉絲歡呼著約著他的歲氣,歌聲,舞台,可者中間的付出和苦楚只有他自己知道。 每一次出現在舞台都更加的優越,也越加挺拔, 我們能感受到在舞台上他的唱功越來越穩, 每一次都讓人覺得又是不一樣的他, 這是成長帶來的魅力,也是超戰自身不斷修煉的過程。 要想人前顯貴,必要人後受罪,這句話太好理解了, 翻譯成我們熟悉的一句話就是台下十年功,台上一分鐘。 他受的罪,一定是比我們能想到的要多千倍,八倍,所以才能這樣的明媚。 不是總說他經歷的苦難,帶著粉絲淚鏡,也不是總提那些矯情的過去, 只不過這些成長的印記,是人生的財富,確實也值得每個人學習和看齊。 粉絲眼中心痛的瞬間,在他自己的眼中看來, 這只是他的本職工作,是他的熱愛,是他的夢想,是他堅持如一的職業。 所以那些艱辛他從不提及,他說日子他不甜,也不苦,他就是日子,累了,眷了, 他會發好玩兒的表情包安撫那些喜歡他的人也安撫自己, 會在視頻動態中時不時就會冒出一些有趣的言論,然後頭也不回地堅持著自己的堅持。 這樣的超戰太純粹,太珍貴,也太難得,無論多明星與否都是, 只不過幸運的是我們這些有幸遇見他的人。 超戰號 工作室一條動態,超戰三次登上熱手,卻被懷疑是對加黑粉大節奏。 J.S.分享和超戰的合照,患有你是此生最美的風景錄音室的故事。 8分13秒視頻,超戰品嘗深圳美食,還總結了舞台的變化。 別人眼中的超戰,關於超戰和愚夢舞台的故事。 王一博實慘,跳舞被吐槽,粉絲反駁,難道是否信男回來了嗎? 想了解更多精彩內容,快來關注小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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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